走進星雲航空辦公室 創辦人張國偉指的星雲航空LOGO上的北極星 強調這顆北極星是象徵他父親張若發的精神 那隻北極星其實是一個最原始對我父親的象徵 所以我把那顆星留下來 第一個也是紀念我父親 同時我把他修整比較modern一點 讓他比較有精神一點 張國偉表示把那顆北極星留下來 除了紀念他的父親 更想延續父親託物給他的使命 我今天做出星雲也不代表我 我沒有把我的父親 我跟我父親就斷了 我一直希望說就是一個延續 也想讓台灣的航空公司 仍在世界的星空被看得見 張國偉的父親張若發兩年前病逝 接著不到兩個月 長榮內部豪門徵產赤朵上演 二房小兒子張國偉很快掰生下來 暗然退出長榮 兩年過後 他正請挪密鼓籌辦星雲航空 張國偉接受裝潢時 回走在看那場驚跳駭浪的嘉辯 他也看得很淡 那是311吧 311 我311事變啊 311 大地震嘛 他笑著說 從那一天開始改變了他自己人生 他回想那一場嘉辯 其實心裡著有所準備 其實本來就是有準備啦 就是說會有這麼一天 只是說手法上這種東西就回來好好的開個董事會 就說不好意思辛扣禮你就可以下台了 是吧 不需要用偷襲的嘛 當年張榮花的遺图公布後 外界哗攔 其身後所有財產由張國偉獨享 並指定由張國偉為接班人 接鎖集團總裁 大房的三個兒子都沒有份 因為我爸是日本教育的 他很注重長幼有序 這個接班的大任絕對不是在我手上的 他感嘆 是父親對哥哥們 不聞不問的父子關係很生氣 才會在遺囑 做出身後財產全留給他的安排 無非是要抒發心中的不滿 張國偉也透露 在哥哥不在集團上班這些年 他母親也澄清心力 想改善大房的父子關係 如今這個嘉辯過後 張國偉最想跟他的父親說 我唯一跟我爸說 對不起 你要叫我做總裁我做不到 很抱歉 張國偉為了延續父親的精神 決定耗置60億元成立信用航空 也在上個月 慶富英國和空中80集團 簽訂過激意象書 預計採購17架A350 預計2020年開行 他說這一切 我跟你講我父親對我們很嚴厲 所以其實坦白講 有的人會恨他怨他 可是換一個方向來講 我們也是感謝他 今天我有這樣的成就 也是因為他 不然我也沒有這個舞台 所以整個來講 我們還是要感謝他 沒有他也沒有今天的張國偉 我們還是沒有這一切 第二天 就是我們 社會結論 畫面 作為 我們是